2022年12月31日 全美俊英工商总会新届职员典礼在旧金山中国城会所大堂举行 中国驻旧金山副总领事邹永宏为连任总理郑佩恒 副总理何志图兼交并为新届职员就职监事 连任总理郑佩恒致就职辞实表示 在过去一年的任期当中 在元老团和各科职员 会员的大力支持下 积极开拓会晤并且顺利地完成各项会晤工作 获得乔舍的称赞和肯定 在新的一年 他将会和副总理何志图一起继续团结全体昆仲 齐心协力把会晤搞得更好 不辜负先贤们一直为之努力的目标 他更是祝愿祖国两岸早日和平统一 大家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 尖交人邹永宏副总领事向大家致以新年问候和祝福 并且代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张建敏向郡英工商总会颁发贺状 张总领事在贺状当中称赞该总会 一年内 贵贵团结 调胞 维护 调益 范永华报经济 积极参与新中国国庆活动 反独组统 支持中国完全统一 希望统一统统统 从常为精神推进和谐调调建设 支持组织国发展建设 讲好中国故事 还原中华优秀文化 为同生共缘中国梦 促进中美 民心相通 组出新的贡献 组归为回目昌浪 为远身体健康 事业希望 客家幸福 生年快乐 人老团主席阮展鹏 向大家简短介绍 俊英工商总会的成立过程 并且继续大家继续秉持 俊英工商总会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 发扬团结友爱精神 为家乡为祖籍国的繁荣发展 奉献一分力 副总领事邹永宏 与连任总理郑佩恒 副总理何志图 还为俊杰纪如总干事 李汉文就职尖交 领事王一鸣 庄元院和全美郡英工商总会的 元老温荣静 黄海权 闫荣辉 高华坤及坤仲出席就职一事 谢谢大家